從來沒有選擇主席搞得像上夜市跟騎公車一樣 人多的不得了 這個模特兒的伸展台上模特兒越多 更可以比較每一個人的身材 每一個人的姿勢 每一個人的能力 候選人越多 每一個人的理想 每一個人的口才 每一個人的戰鬥意志 每一個人的各方面的表現 對於黨員來說多的不得了 從好的角度來看 好的不得了 從壞的角度來看 很多台灣人民覺得很厭煩 老的劇本 老的主角 老的電影院 老的版本 老的影片 老的劇情 觀眾不想看 對於廣道藍軍來說 非常的憂慮 怕非力 怕無法抬擊 所以人命跟黨員已經到了極限了 因此我想最近我會提出一個案子 不要再第二輪投票 第一輪投票 我們就選出一個主席 輸掉人就好好輔導這個主席 國民黨 一定要團結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不管六個人選主席 六個人 七個人八個人九個人 不管 你總是有一個主席 其他會落選 沒關係 不管是誰出來選主席 你都要照顧這個黨 服務這個黨 既然如此 輸掉人就好好輔導一點 當選人就好了 所以這樣就不會有分類問題 台灣的人民也不要覺得很厭煩 這個戲五月二十投不出來 沒有人過半 再延一個月 這個膽氣脫盆要脫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最近的提示在家中央黨 希望所有參與人都簽 輸掉人就好好輔導 就這麼簡單 這是我覺得 我最近接觸了大量的民眾之後 我的內心產生了變化 在這裡跟我們雲獻青人團 第一次做公開的報告 再者 我一想講 我們在做年輕人的未來 我非常的猶豫 我真的感覺我們台灣 原歷他婆的二十年 你應該來 我們心中心 一旦 我們應該來 我們應該來